接下来我们看9.5的部分 这个怠速 怠速式的一些混合运算 之前我们学过了加点法 对吧 同类相呢 可以相加 相加的时候 系数就相加 乘法的时候呢 数目跟这个 相 数目跟这个怠速式相乘的话呢 我们就数目跟数目相乘 基本上呢 大致上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立体一 4乘3Y除以2 我们怎样处理呢 我的话呢 2跟4可以越减 3乘2就会得到326 最后呢得到6Y 然后呢 9 4 36对不对 再来越一个2 分母剩下一个2 负2分之K 负2分之K 再来这一个呢 你的分母的意思就是除 除以3分之1就是乘以3 你可以看到乘以3 339 965 9654 有一个负 负54X 负54X OK 没有问题 再来看一下下一 下一个立体2 那这种有跨幅的话呢 我们先拆这个跨幅 我们把这个2给乘进去 注意什么呢 注意这个情形 有90%的学生 在这边就会弄错了 我们先看A 这个拆的话呢 2乘进去 就会得到2X减4 有没有 不敢讲 3X这个乘进去2X 22得4-4 3X加2X得到5X 最后呢 交不起来了 为什么 一个有 一个有X 一个每X 两个都有X的 才可以相加 这个要注意的 然后呢 这个要注意了 有90%的人会做错 -2乘以3得到-6A -2乘以4得到-8 有90%的人忘记 把这个负给乘进来 我在这边一直提醒 我希望等下做练习的时候 我不要看到有人错这个 7A-6A得到A -8 这样子 还有这一个也是一样 负也要记得乘进去 负负得正622得到12A 这个也是一样 负也要乘进去 负2乘4得到负8 看到吗 负 这个也是一样 负3乘进去 负3乘4得到负12 负3乘2得到负6 负6A 最后呢 A跟A相加 12A-6A得到6A 负8-12得到负20 OK 没问题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要注意 这个部分很多学生会做错的 跨湖前面的会有负质的话 记得负质也要乘去后面 根据乘去后面 不要只是乘数目 没有乘到负质 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是前面是正的话 这种情形就很多学生就比较不会做错 所以3266A 224-4B 22乘1的负2C 这个431212A 313-3B 339加9C 最后A跟A相加 6跟12相加得到18 负4负3得到负7B 负2加9得到97C 对吧 所以这个最后是你的答案 那有分5怎么办 像这种情形我们就要通分 我们看一下 通分乘以3乘以5 对吗 就5穿15 这个3有些 有些老师 有些什么 网上很多 Macham Yes 我们也是讲Macham Yes 他就讲说 我们这招叫做Butterfly 这两个相乘 就3乘2X-3 这两个相乘5乘X-3 然后分母 就是这两个相乘得到分母 所以好像很厉害这样子 不过这个情形 你最重要 为什么我们每次讲 你要重要的是 你要懂得概念 这一个就是通分罢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如果你弄到好像很华丽 这样子一个Butterfly的形状 你最重要是你要概念要清晰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对吗 我们做数学 不是要看那个技巧有多绚丽 而是要看你的那个原理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所以因为这个是通分而已 我们要通分的话 前面这里要乘以3乘以3 后面也要乘以5乘以5 所以为什么前面乘3加后面乘5 分母就是5乘3相乘 对不对 这个就是基本上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通分 那为什么我讲的 为什么不要太过 太过什么 太过宣扬这个 这个Butterfly 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的分母 有供应数 你直接做这个Butterfly的话 你的数目就会变得太大了 比如说前面是12 后面我给你一个6 结果你去做Butterfly 你不是多余的 是吗 我6乘2就可以了 我前面都不用乘的 你跑去前面又乘6 后面又乘12 乘起来只能大到半命 对吧 所以你不要用一招打天下 我们必须要理解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来做 OK 所以我不要讲这样多了 也是评级人家的方法 OK 过后我们沉进去了 3 2得6 3 3得9 5沉进去 5x减535 过后6x加5x到11x -9减15就得到-24 应该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我个人觉得这个已经可以接受了 有时候我觉得是个别的个别的一个情况 有时候你这个也这样子来分也没有错 对不对 你可以把15拉前去15拉后 过后24跟15可以越减一个3 就会得到5分之8 OK 所以看情形了 这个步骤我个人是觉得就可以停下来 好 再看下一题 一样的 他第一步他把它写在整个的下面 过后呢 再统分 4 3 12 3乘上来 3 3 9 4乘过去 4 2 8 3 9乘进去 9 3 27 9 2 18 -8乘进去得到-16 这个注意啊 复复得证 看到吗 这个也是很多学生会漏掉这个复一起乘进去的这个步骤 OK 就得到加8 27减10 27减16得到11 -18加8得到-10 最后你把12呢 我觉得在这一步就可以停了 12呢 如果你分前去跟分后去 后面那个可以越减2 就会得到6分之5 OK 好 就这样 再来这一题 这个通分得到30 对吧 这个通分的话呢 6 5 30 这个呢 只需要乘3 不是3 5 15 这个乘以15 所以这个乘以15啊 15乘X加Y 这个呢 乘以6 6乘以3X减Y 这个呢 乘以5 5 5 25 减25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呢 你用butterfly 你最多是用后面罢了 前面的话呢 你必须要理解 因为我通分要变30 前面这个2要乘15 所以分子也要乘15 所以这种情形呢 你就不能单纯的用butterfly 对不对 这样子 OK 所以乘5乘进去 15X加15Y 6乘进去 6 3 18X 减6Y 负10 负25乘2 得到负50 注意这一边 也要负乘进去 负负得正 3乘25 得到加75Y X的相加 15加18 得到33 负50加33 得到负17X 好 Y的话呢 有15 加75 得到90 90 90再减6 就会得到84 那你会看到他在这边又停货 前面他又Split 所以如果你硬要Split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不太需要的 你可以变成负30分之17X 加上30 这个可以越减越减一个2吧 得到15 42Y 对吗 就是前面有Split这里又不用Split 我个人是觉得不用的啦 到这步其实就可以停了 前面也是一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随堂练习6的部分 6可以越减3再越减2 这一题答案是2K OK 8跟4越减得到2 520-10M 负负得正 这个2呢 乘基本上就会变成乘 32得66636 这一题是36P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除分数的 那 这一题的话我个调变成5分之5 如果对调一下 所以2其实可以约掉一个 然后呢 我们有-10P除以3 对不对 分5有个3 52得10 -10P除以3 OK 再来这一边呢 拆挂弧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对吗 而且又没有输入在前面 所以直接呢 你可以看到4X加3X得到7X -3减2得到-5Y OK 然后呢 接下去我看一下我用打字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 这一题的话 3乘进去4X12P 减去3Q -2乘进去-10Q 负负得正3X2得6P 然后呢 我看一下换成红色 P的跟P的相加12P 12P加6P对吧 10到18P 减3减10得到减13Q 所以这个是第六题的答案 OK 这一题的话呢 我们通分 这个又要用回比比较好 这个分母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分子直接相加 3X加X得到4X 5减1得到4 这个这么巧可以越到完 所以你可以4除以4得到1 4除以4也得到1 所以这一个我就建议你要分开它 然后呢 再除掉 所以得到X加1 这一题你可以用butterfly 乘进去 446我做快一点 446K 减5420 这个呢 这个会有-3乘进去 -15K -3乘-6得到加6 318 OK 432是它的分母 最后呢 16K减15K得到K 减2 除以12 这个就是你的最后答案 我们这样子放就好 这样子放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来这一题 第九题 直接通分得到15 前面这个呢 会得到15X 减去多少呢 减去这个520 520X 再加上这个339 得到9X 所以呢 15减10得到5 5加9等于14 所以呢 14X除以15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没问题啊 不会太快啊 所以在这一题 我们也是做butterfly 5乘过去 53315X 加5420Y 2乘过去 负2 22得4 负4乘进去 负4X 负负得真 42得8 加8Y 加8Y 分母呢 就是这个520啦 可以啊 15减4得到11X 20加8 得到28Y 最后有一个分母 除以10 可以大致上是这样子做 我有点跳步跳太多 如果你们觉得说 哎呦老师 你跳的有点多 没关系 你的前面一个步骤 比如说这个情形 你可以先啊 4乘以跨幅这个4K 减5啊 你可以再多一个步骤啊 所以我只是要 解释一下那个计算的方式 哎 如果你觉得跳步太快啊 好像脑筋转不过来 你可以做翻译 OK 到你们来做了 练习 19点 5